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中生代的字母塔托大帝约老师 霸占着联盟战绩的前四位 静静的等待着即将来临的最终章 新生代的妖王福克斯加兰 也已经跃跃欲试 迫不及待的要打破这个联盟的规矩 而曾经统治过这个联盟的霸主 还在拼尽全力争取着一个好的季后赛席位 詹姆斯杜兰特伦纳德 当然还有巴特勒得了赞 这也许是老家们为数不多 冲击总冠军的最后时刻 也是中生代建功伟业 稳固地位的最好时刻 这同样是年前一代挑战王座 扬明立万的最好时光 85年的保罗手上还没有冠军戒指 84年的詹姆斯明年九强39岁了 大帝在不进一决赛 他哭鼻子的画面依旧会让球迷嘲讽 塔托寒拿不来冠军 杰伦布朗就快被球迷奉为丹河带队了 季后赛就要来了 老中青三代都要在这个乱斗的岁月中 拿到属于自己的荣誉 也许今年的季后赛不是史上最激烈的季后赛 但却是故事最多 剧情最复杂的季后赛 是老头们上演王者归来 还是青年军一黑到底 亦或是壮年当道 季后赛 渐分晓